我还是希望三体能够很成功的影视化 因为如果三体能够成功影视化的话 它对我们的科幻电影也好 科幻电视各方面也好 都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但是三体的内容它相对来说 容量比较大 内容也比较复杂 所以它影视化的过程可能会更复杂一些 我觉得这个需要时间 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你比如世界科幻的那些名著 你像阿西莫夫的基地 影视化一直在做 到现在已经快五十年了 阿瑟克拉克的与拉玛相会 影视化也一直在做 现在也四十多年了 我说这些是说 大成本科幻片的运作 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一个过程 我们应该就是说 它需要时间 这没有办法 肯定需要时间 所以说我们应该抱着一个平和的心态 就是等待它出现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你应该就是在世界上 对于是该平和的心态 对于是该平和的心态 你应该就是等待它 我们应该就是这些